连胜文遭到枪击不只是社会案件 也是政治事件 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 这一颗子弹就是影响五都选情的重要关键 民进党更因此提出当选无效的诉讼 而今天检察官举出了各项理由 说明为什么凶险锁定的对象是陈宏源 而不是连胜文 但是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太多的巧合 太多的疑点 民众对检方的说法还是半信半疑 也有学者认为 就跟319枪击案一样 人民心中的疑惑如果继续发酵 有可能会形成一股不信任的氛围 去年11月26号五都选举前一夜 林胜文在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陈宏源的造势晚会上 被近距离朝头部射枪倒地 嫌犯林政委当场被逮 第一时间说是打错人了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林胜文动手 停一下好不好 别说人了 而现场因为民众不幸被榴弹波及死亡 林胜文则被送往医院开到治疗 10天后出院 再隔了5天 去年12月10号受伤后首度现身 但口罩与纱布下 看不清楚伤势如何 直到现在 林胜文都还没有对外多做回应 但对于这起枪击案为何发生 侦办过程中外界揣测不断 检方一开始侦办 就认为凶贤马面的行凶动机 和陈宏源家族土地纠纷有关 也一度传出这和选举地下赌盘有关 因为这一枪也牵动了五都蓝绿选情 有人也讨论起选举枪击是否要严选 而在五都市长选举输掉台中 新北和台北市三都的民进党选后 提出的当选无效诉讼 我希望透过这次的当选无效的诉讼 厘清枪击事件的真相 不过当检方调查结果 说全案并非自导自演 当选无效与枪击案件的关联性 更形薄弱 学者认为不要说民进党可能还会有意见 国民党或联盛文本人 对这样的结果可能也不会满意 蓝绿两边都不满意吧 一般的老百姓对司法部门也不满意吧 那变成这个五都的选举 它的正当性也会不太够了 学者认为这起枪击案 已因为私人纠纷而物极争结 将案情单纯化 却似乎没有解决人民的疑惑 就像319枪击案争结后 各方的质疑从未停止 这不只造成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 子弹和选举若划不开界线 也是对台湾民主的伤害 记者王秦陈欣龙台北报道